欢迎来到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要看以佛所书一章十六节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 这一句话很美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字叫做什么 这个字是叫做Eucharist Eucharist 他是保罗常常形容他旁边的人的 这个的形容是什么呢 是一个好像满出来 这个感恩不是只是一点的感恩 感恩是一个的杯子已经overflow 他的已经快乐喜乐 已经到一个的程度 没有办法停下 所以他说不住感谢 不住的感谢 就是太多了 已经满出来了 在这边其实保罗用这个的字 他在讲什么呢 他在讲一个就是 我们要永远感恩上帝 把一些非常宝贝的关系 在我们的身旁 你有没有一些的人是你很宝贝的 其实我很感恩上帝 摆了很多的属于伙伴 在教会当中的同工 一些的小组长 区长 常务同工 外教会的一些的朋友们 我常常我就只能够用这个来 就是不住的感谢 因为有这些人在我生命当中 让我能够像福贝满意 喜乐满意出来 因为上帝帮助你们 在生命当中也要有这些的人 每日一致 我们下次再见